还有选择地垫 因为很多人使用过的这个塑胶地垫 现在居然被发现说上面有不少的PVC材质地垫 在化验之后塑化级都超标 另一位就发现了抽检30件的商品 竟然有20件不合格 其中呢还有不少商品是从购物网站买得到 当中有韩国来的有台湾制造的 那现在环团更指出呢不止地垫有危机 民众常常在使用的健身垫或者是瑜伽垫 恐怕都要进行统一的抽检 来化验是不是有塑化级超标的问题 购物网站上输入塑胶地垫 跑出来的商品琳琅满目 有条状铺设的还有地砖规格 以PVC材质为主的地垫 却暗藏塑化级超标危机 网络购物平台买的 那所以它的厂商是谁 我们还要去查 这个93倍这个材质 它摸起来还还蛮自然的 不一定那么像塑胶的典型 地垫塑化级超标近百倍 却不是单一个案 环保团体拿了30款市售地垫化验 却有20件塑化级超标 合格的只有三分之一 口腔起的小孩在那边 啃你的手指头 就会把塑化级舔进去 这个是攸关消费者的知情权 跟选择权 家中铺设塑胶地垫 民众大度光脚踩在上面 更别提家中幼儿可能在地垫上爬行 很容易就接触塑化级 现在地垫被验出塑化级超标 类似商品也暗藏危机 民众常用的瑜伽垫 还有铺在地上的健身垫 不少也是塑胶材质 使用时也会直接跟身体接触 业者也都承诺 要来做这个下架跟回收改账 检验不合格的比例太高了 一定要把它列为强制检验的这个项目 环保团体呼吁标检局不能等到宋彦时发现才检讨 市售相关商品应该统一查验 而不是放任民众使用地垫 却笼罩在塑化级阴影之下 三十五成明西梦蛇 SNG要组